第一次我记得是看的是陆江戴 然后那应该是九几年 九十年代末了 然后看陆江戴 然后知道那个米泰里克乐队 当时那鼓手就是双地鼓 白色的那一条一圈鼓 当时我这么牛逼啊 那当时想这要是我这有一套 那我得天天练天天打 首先来说我觉得塔玛鼓 它比较适合打冻金属 因为最开始给我印象就是 米泰这个金属也对 它用的就是塔玛鼓 所以我觉得这个牌子 再适合不过打这个冻金属 我本身也是打金属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牌子 这个牌子这个鼓 它就是我梦梦以求 我比较追溯的那个 那个音色都不错 然后没想到 多少年以后 17 17年没想到 这个代言了 我梦想的那个塔玛鼓 除了当 1994年95年 看过一些录像带 当时国外的好多MV嘛 也有一些演唱会 可能不知道那些乐队是什么 反正一些 Metal乐队 然后包括那会儿 后来知道有Steel White吉他 但是那会儿不知道是谁 用这种琴 然后也是在 同了一两年吧 在北京的一些琴行 那会儿 买小嘛 逛一些琴行 然后知道这个牌子叫 艾平斯 或者叫Evan S 这是日本器 就相当高的 虽然那会儿也可能 想想 可能有卖三四千四五千的 但是在九几年的那时候 那这个价位就相当 相当高了 然后也不敢 不敢拿下来看 就在那 就一直在学嘛 然后当时就对这个牌子 就有很深的印象了 因为 除了这种琴之外 其他当时 其他卖的更多的是一些 比较传统的那种电机 他没有这个现代 看着也没有 没有那么锋利 感觉杀伤力比较强吧 至少从外形上来看 那个就是在 2001年 当时也是在 琴行打工上班吧 然后正好需要换一把 相对这个 高档专业一点的琴 玩乐队 因为 然后 那个时候 型号我还知道 就是SR的一个顶级 那会儿叫 3005 就是说现在的5005 当然那会儿的琴的价格 还没有现在那么高 但是也很贵了 差不多 也要个 7000多 8000左右吧 当时也是 在那个 行航上班的时候 就是 每月工资扣出一部分 每月工资扣出一部分 然后就 把这个琴买了 然后再后来又换了一把 BTB系列 就更高一点的 这个是 都是在 01年 02年的时候 开始使用S4了 就是这个声音变质度特别强 尤其是这个SR系列 尤其是在 高频的时候 因为如果重金属于队来演奏嘛 低音 Base都没问题 都可以出 那么高频的时候 它出不来 一般的Base 它会混在这个根里边 如果你想突出来的话 你可能还需要一些 效果器的 之类的辅助 但艾兵斯这个SR就不会 直接 如果你抬一些高把位 明显特别人 从这个段落里 能分辨出来这些音 而不被埋的音 所以这也是我 为什么就是Cosmo时候 仍然选择那一套电路 还有那种实习器的搭配 知习乐队呢 也是挺荣幸的吧 但是从去年 2017年 正式这个 代言这个 艾兵斯的乐器 然后呢 我们也都拿到了 自己新一个乐器 包括 还有真正的Cosmo 也都在制作过程中 也是我们非常期待 我们也希望 把这个 艾兵斯这个优秀的品牌 包括通过 知习乐队 能让他 在我们手中 展现得更零零既致一点 用他这个 独特的音色 然后 和我们一起 写出更牛逼的作品 然后 带到他更多的地方去演出 艾兵斯是在2000年 当时我一个老师 收的朋友 他当时是一把 那个 那叫什么 7GFP吧 花的那个 像荷花似的那个 我那会儿也不懂了 他说这是一好牌子 后来紧接着看 就是COI 叫创业 包括孟俊院 那个年代 他们不都是艾兵斯吗 后来紧接着就是 他老给我看一些杂志 就是那个艾兵斯 那个杂志 当时我对那个 RG系列的情形 比较感兴趣 后来那会儿 小时候听动力火车 当然最早那俩人 不都用那个艾兵斯 然后后来 后来就是 2000年底的时候 通过老师买了一把 RGR 买了一把 RGR270 然后当时 特别喜欢 硬了一张 那会儿就是开始 知道这里一大盘 然后之后 包括后来来北京 跟你聊天 不都是吗 那年代我全艾兵斯吗 就觉得这个 就是无敌了 然后直到咱现在 这个代言艾兵斯 我也没想到 能成为他代言人 一新闻 其实大概 90年代末的时候 当时应该在情行打工嘛 然后就看了 其实北京 为数不多的一些情行 有卖这情的 但我觉得 非常高端 价格也不菲 没敢拿手去碰 看到玻璃贵 也觉得 做工非常好 非常细致 但是 可忘不可疑 终于到了 应该是 2001年吧 然后我就 买了一把自己的 RG570 这是最早的 我的一把 然后 对 就到现在 经常会拿着用 我觉得 还状态非常好 其实 其实我觉得 很多的 吉特手 应该跟我差不多 可能都是通过 留爱 杨树莎 包括后来的 米奇梦斯 更多的了解 比如施的琴 但是当你拿到 这个琴 你拿到手里来说的话 对于我 一个经常使用 摇拌的吉特手来说的话 它的双摇 给我的影响 特别深的 稳定 然后 非常充分 非常充分 而且不外跑 我觉得这个是 非常吸引我的一点 然后 包括它的气质吧 比如说 气质可能更适合 大家传统音响里 就是大师嘛 很大 solo的这种 这种乐手 都觉得 艾明斯是一个 气质非常软和的 但是最 给我影响最深的 和其他品牌的 最大有时就是 它的后摇 非常好使 无敌 无敌 其实这次 做这个 卡通 也是我一直 怎么说呢 梦想的一个配置吧 它除了有 传统的 风目贴面 随便单纯使用器 这些以外 我还加了一些个 叫无限延音 当然这个也是 大家通过什么 CUI 什么交不上去 他们在现场 经常会用到的 一个装置 然后因为 直系乐队的 需要嘛 然后我还 加了一个 叫第一吞 就直接可以 很方便的 把六弦 降上来 我这么一个 一个配置 然后还有一个 直通开关 那个直通开关 就是 很方便 比如说我可能 此时此刻的 琴的状态 是一个 半音量的状态 可能是一个 比如说三档的 位置 但我通过的直通开关 直接可以让 那琴的火力全开 就是 音量 音色全满 然后琴跳 实际 其实 直接就是 弹节奏 弹最重的时候 需要音色 所以在现场的时候 非常迅速的 能切换它 然后 无限延音 我一直期待 然后 这次终于 有了那么一把琴 我也希望 在今后的演出啊 包括 作品里头 说的里头 把它发挥一下 然后 也让这个音乐 更丰富一些 因为有无限延音的话 可能 听起来 有些段落会非常优扬 没有太多的 拨弦的 那个位置 就是非常 非常荣幸的 就是 从 17年开始 直接在跟 长城乐器 跟艾彬斯合作 然后成为了这个 艾彬斯乐器的代言 然后我呢 也 在今天嘛 今天 拿到了这个 我自己的这个 卡松的 这个定制款 艾彬斯 据听说 这好像是 艾彬斯给中国人做的 有史以来的 第一把 第一把琴 然后非常荣幸 然后陆续呢 这 吴鹏和刘正的 也都到了 我坚信吧 我们通过 长城乐器 通过艾彬斯的 这种大力支持 然后能让 直系乐队 无论从音色也好 还是从演出也好 更上一层楼 然后我们会带着 这些优质的乐器 对吧 走遍全国 甚至于国外 反正 明天会更好 大家好 我们是直系乐队 我们现在在 2018上海乐器展 马上就要开始 我们的演出了 你们准备好了吗 我只是我 不会进入 也很美 直接走着 阶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